人工客服找不到,AI客服行不行? 大家好,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Nio元 相信大家都有过和客服斗智斗勇的经历 那么以前是和人斗智斗勇,现在变成了和机器 情况如何呢? 前段时间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在邮局寄了一个包裹 但是很久过去了,网络上还是查不到语文信息 只是显示在某天寄出就没有了下文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比较担心包裹是否有丢失情况 但是没有时间亲自去邮局跑一趟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邮局,想找个人工客服来问问情况 但是当时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让我大受震撼 对面的客服是一个纯AI客服,也就是人工智能客服 于是本着好奇的原则就和AI客服交流了下 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但是在一番对话后发现,绕了半天 对方只会做一些重复性并且机械的回答 于是在交集战胜了兴趣后 我还是选择和AI客服说,我想找个活人寥寥 之后就转人工客服了 然而这个事还没有结束 转人工客服之后让我等待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说上话 然后进行交涉后才解决了问题 和周围人吐槽这个事情后发现 并不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AI客服的时候 感觉有些浪费时间 而这个问题也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其实人工客服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但是真正开始大量实行是在2018年前后 在那个时期开始,大数据分析,AI算法 也就是芯片正式进入了7纳米工艺的时间点 突如其来的科技进步 大量的信性科技技术因运而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AI客服开始大量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仅是我,应该有不少人都遭受过人工智能客服的摧残 通常来说,我们打电话找客服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查询问题 第二个就是解决问题 对于第一个来说查询问题 AI客服可以挺好的帮助消费者 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提高效率和节约时间,减少成本 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 AI客服在目前就很难帮助大家 反而容易像打太极一样来挥绕 有时候不能理解客户问题 有时候本身算法也不支持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在现实阶段来说 人工客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优于AI客服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的大力使用AI客服呢 几原因有如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削减成本 培养一个客服或者一个客服团队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金钱 在这样情况下 公司的客户服务部门也是最难看到效益的部门 虽然其实必不可少的 在前些年时候 很多公司为了消减成本 就使用了外包客服团队 虽然减少了成本 但也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后果 所以在AI客服出现之后 很多公司就发现 AI客服可以更大程度上学解成本 更重要的是 可以轻易做到24小时的客户服务 第二个原因就是 现在很多的客服越来越模式化 首先礼貌问答 遇到问题帮您反馈 最后解决办法给您一个折扣 逐渐使得客服逐渐变为了 人工 人工流程 人工智能 因此不少公司就想到 既然都是流程化的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需要高成本的聘用活人呢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AI客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2022年 Taxe一项调查访问表示 43%的人因为糟糕的客户服务 而更换产品或者取消合同 这比2019年高出了4% 考虑到人们对于聊天机器的复杂体验 赌注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不想和AI交流 那么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等待 这也变相增加了客户的时间成本 因此在进行简单服务时候 AI的确可以增加效率 但是复杂性问题 或者是需要沟通才能解决的问题 还是人工更胜一筹 人工智能客服的初衷是增加效率 提高客户满意度的 但是滥用AI客服 却会使得客户的体验下降 反而反向提升满意度 也就是降低满意度 综合来说 目前AI客服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工 希望AI客服可以更进一步 在人工和AI的结合下 可以让客户体验加强的同时 还可以有效的节约成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